小程序里面呢 我们经常会有一些数据存取的操作 比如我们一个简单的画板的小程序应用 那么这个时候呢 用户他会设置一些个性化的设置 比如设置画笔的一个颜色 或者是画笔的大小 那么我们希望在用户 下一次进入小程序应用的时候呢 能记住这些设置 并去读取这些设置信息 那么如果通过服务器来请求他的这些设置信息呢 会增大我们服务器通信的一个成本开销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去使用微信小程序 提供给我们的一个数据缓存的功能 那么这个数据缓存的功能如何去使用它呢 我们可以通过调用微信小程序 提供给我们的一类数据缓存的API来使用 那么我们就一起来学习数据缓存类API 它的一个使用方法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数据缓存类API 它提供给我们一共有10个API 我们一起来学习每个API 它的一个概念和使用方法 首先是第一个 微信点SizeStorage API呢 它是将我们数据来存储在 本地缓存中的一个指定的K中 那么如果我们K重复了的话 它会覆盖掉我们原来K所对应的一个内容 这里我们需要注意它是一个异部接口 那么微信点SizeStorage API呢 它接受一个object类型的参数 可以看到我们object类型参数呢 它有一个K 这个K指的是我们本地缓存中 它所指定的一个K 那么Data呢 是我们指定的一个K所对应的数据 这个数据呢 可以是一个对象 也可以是一个字符串 第二个API呢 是微信点SizeStorageSync函数 那么这个API呢 同样是将我们Data 存储在本地缓存中指定的K中 它也会覆盖掉我们原来K对应的内容 只是和我们前面不一致的是 它是一个同步接口 在这个同步接口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所传入的一个参数是一个K和Data 这两个参数 那么第三个API呢 是微信点GetStorageAPI 它是从我们本地缓存中 一步的去获取某个指定K的一个数据 也就是它的内容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入餐中 K的字段对应的一个含义 那么这个K指的就是我们要去获取 本地缓存中它这个指定的一个K 在这里呢我们是通过一个Success的回调函数 也就是这个API调用成功之后 它返回的一个回调函数 这个函数呢会给我们返回一个Data参数的一个信息 这个Data指的是我们指定K所对应的一个内容 那么同样呢微信点GetStorageSync 它是一个同步的获取我们指定K的一个接口 那么微信点GetStorageSync同样呢 它是获取我们指定K的一个内容 只是说它的接口呢是一个同步的接口 微信点GetStorageInfo这个API呢 指的是我们一步获取当前Storage它的一个相关的信息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Success成功的回调函数 它所返回给我们的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呢有三个字段 那么第一个字段K字呢 表明我们当前数据缓存里面所有K的一个列表 可以看到它的值的类型是StreamArray 也就是字幅串数组 那么第二个字段CurrentSize呢 表明我们当前缓存所占空间的大小 这个大小呢的单位是以KB来表示的 那么第三个LimitedSize呢 表示我们当前数据缓存它所限制的一个空间大小 这个空间大小的单位同样呢是KB来显示的 那么微信点GetStorageInfoSync这个函数呢 是同步的去获取我们本地缓存的一个相关信息 这里我们再来看微信点RemoveStorage函数 这里我们再来看微信点RemoveStorageAPI 这个API呢是我们从本地缓存中来一步的去移除某个指定的K 它接受一个object类型的参数 那么这个object类型参数里面的K字段呢 就是我们要移除的一个K 同样呢微信点RemoveStorageSync函数呢 表明是从本地缓存中来同步的去移除某个指定的K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微信链ClearStorage这个API呢 来清理掉本地的所有数据缓存 那么这个所有的数据缓存呢 指的是我们当前用户下当前小程序内的数据缓存 那么因为这里的数据缓存呢 它是以用户和小程序为维度而去设置的一个数据缓存 这个数据缓存我们一般限制它的大小是10兆 当我们小程序应用它的数据缓存的空间不够时 那么我们会优先删除掉之前很久不去用的一个小程序应用的数据缓存 那么微信点ClearStorageSync函数呢 是来同步的清理掉我们本地的一个数据缓存 下面呢我们就通过一个实例来看一下 数据缓存API是如何调用的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数据缓存它的一个存取的实例 首先我们在编辑器右侧的窗口可以看到 在这个页面实例它的一个VXML文件 这里input的组件呢 我们绑定了它的一个input的事件处理函数 这个回调函数的名称呢是keyChange 那么在下面一行呢 我们是写了一个value的view标签 那么在value的view组件右边呢 我们是写了一个input的组件标签 这个组件呢我们同样是绑定了它的一个input的事件回调 这个事件回调呢是dataChange 然后在我们输入框的下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定义了四个按钮 第一个按钮呢是存储数据的按钮 它绑定了一个点击事件 事件回调是setStorage 第二个是读取数据的按钮 它的绑定的事件的事件回调函数是getStorage 那么第三个按钮是获取所有数据 也是它的事件回调呢是getAllStorage 那么最后一个清理数据的按钮呢 是clearStorage的事件回调函数 在最下面呢我们同样是使用了一个模态框的组件 然后我们来看js文件它的一个代码 首先我们来看最上面的data对象里面呢 我们是定义了几个字段 第一个字段呢是key 表明了我们要设置的数据缓存它的一个key 那么data呢表示我们要设置数据缓存key对应的一个data的数据 那么这里的dialog呢来控制我们模态框的显示以及内容 keyChange回调函数呢就是我们刚刚在第一个import组件 所绑定的一个change的事件回调处理函数 这里呢我们是将我们所输入的一个value值 直接复制到了一个key的对应的一个变量上 那么dataChange这个事件回调函数呢 我们是将我们第二个import组件所输入的值 不给了我们的一个data变量 那么getStorage这个回调函数 我们可以看到它内部的一个实现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key的长度是0的话 我们会弹出一个模态框 这个模态框是读取数据失败 它的一个提示的信息是key不能为空 那么如果当前我们的key的长度不为0的话 我们就会去执行一个微信点 getStorageSync的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呢就是同步的去获取当前我们指定的一个key的数据 这里我们判断如果它数据的这个对应的字符串为空的话 我们就给它弹出一个模态框 这个模态框就是读取数据失败的一个模态框 如果它对应的数据字符串不为空的话 那么我们就弹出一个读取数据成功的模态框 setStorage这个回调函数内呢 我们首先来判断如果key它的长度为0的话 我们同样是弹出一个失败的模态框 那么如果它key的长度不为0的话 我们通过调用微信点setStorage这个一步函数呢 来设置它的一个key和data 那么clearStorage呢 它的主要作用是通过调用微信点clearStorageSync 这个同步函数呢 来清除掉我们的一个缓存的信息 getAllStorage这个回调函数呢 我们是通过调用微信点getStorageInfo 来获取到我们所有目前本地的一个缓存数据 那么我们一起来运行这个实例 看一下它在页面上的一个表现 首先我们点击存取数据 发现它会给我们提示了一个保存数据失败的模态框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所输入的key它是一个空的字符串 那么我们输入一个有效的key之后 我们点存储数据 发现它的一个存储数据成为成功的一个字符串 那么我们再输入它对应的一个value 存储数据之后呢 我们来通过点击读取数据这个按钮呢 读取我们刚刚所存入的一个缓存 可以看到它的一个缓存数据的data信息是 我们刚刚所输入的一个value的字符串 那么我们再去设置一个其他的key 这里我们设置key为hello的字符串 value为word的字符串 点击存储数据之后呢 我们就将我们的key和value存入了 对应的一个数据缓存里面 那么我们点击获取所有数据呢 会看到空置台里面它输出了一个信息 首先是current size 它表示我们当前所设置的数据缓存的一个大小 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1kb的大小 那么第二个字段error message 它表示了我们调用API的一个调用结果 第三个字段呢 是case表示了我们所设置的一个数据缓存 它的一个缓存列表 第三个case呢 它表示了我们所设置的数据缓存的一个key列表 那么第四个字段limit size呢 它表示我们数据缓存所限制的最大的一个数据大小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10兆的大小 那么这里我们点击清理数据的按钮之后呢 可以看到谈出了一个清理数据成功的摩台框 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是把我们的一个数据缓存清理掉了 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点击获取所有数据 可以发现它所返回的一个key字 这个字段对应的一个key列表呢 是变成了一个空的列表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去操作数据缓存的一个简单的实例 大家下学呢可以去自己的去尝试一下